一年,翠光前往天守閣禁劍,將詩集獻與大人品鑑。 豈料魁之翁所著詩章中,竟有一頁被人撕去,翠光因而受到盤截。 翠光俯首引舊,秉明其昨夜曾於酒寺中豪影,久安恍惚中,似有身影其境。 不愧是阿貝多,果然敢在榮彩季開幕前就畫好了第一幅。 真不錯,不僅很有稻妻風格,也很符合現代人的審美,尤其是畫部上的我。 喂,慢唱的,你不要太得意了,你只是當模特而已。 阿貝多,接下來你要畫什麼? 下一招,就是五哥仙之中的魁之翁了。 阿貝多,這幅畫稍等一陣再畫怎麼樣? 類似的東西。 應該是指其他寫著五哥仙故事的紙片。 你們覺得那個留下紙張的神秘人還會再出現? 的確有這種可能性。 而且,五哥仙故事本身也有一些令我在意的東西。 比如資料裡說,雖然有五位哥仙,似乎所有的故事裡… 你在意的這些內容,其實我也有些好奇。 不過,現在,就讓我們一起慢慢等待吧。